看一下更重要的影片裡面怎麼加入題目 那你要加入多少題目,隨便 但是我們還是強調一下,如果老師是給 因為我們現在是沒有給同學看 如果是給同學看,通常我會比較建議不要超過五題以上 因為五題以上同學會跟你講,老師我真的很想看影片 你不要再吵我了好不好 因為呢,我們的題目可以指定你在什麼時間點 對,就出現 老師也不用在那邊記收什麼時間點,反正時間到了他就會跳出來 你不要他跳也不行 他會自動停止 那我們來看看 好,來,我們回到剛剛這邊 回到剛剛的這個管理界面這邊 就是你的群組這邊,不是看的那一塊 課程,課程抱歉,課程 課程這裡 把它點進去 那您自己來看看想要在哪邊 加上題目 好,我就還是針對剛剛這個好了 中山高中跟南山高中 好,我們就要旁邊這個 旁邊是不是有一個編輯 在這裡 你把它按進去 好,您可以看到 我們往下走 往下走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題目 有一個標題叫題目 你把它打開 新增題目 新增題目 是的 好 按加選 有限時間 自己控制 所以你什麼時間點 老師要自己先看嘛 這個不能玩,我把你做 呵呵呵 題目 來 我們就先出一題啦 加選 呵呵 是打在加選 沒有沒有 那個是選項 那是選項 那我們的題目 可以有兩種 一個就是只有問答題嘛 就是有題目而已 單選、複選 對,那單選或複選都可以 但是老師不要忘記喔 這不是給 因為 現在我們沒有給同學看 是給自己看的 所以 你自己要知道 如果你是加複選 你要知道題目 答案是什麼 呵呵呵 好 好 假設我說這是第一題 那我就是 問答題好了 那問答題當然就沒有所謂的正確答案嘛 好,我就要希望能夠跳出來 那我剛剛是大概好像從19分 好像是19分開始的 我假設 下面的時間是10分秒 好,10分秒 所以分在這邊 那我假設從40分好了 好 40分 好 這個 好像太多了 我直接用大家的好了 9分 好 影片時間 9分 15秒 0 這樣比較好做 好 正結 因為 我們是問答題 所以沒有 沒有正確答案 對對對 所以我們在這邊就直接存成草稿就好了 有沒有 第一題就有了 在9分鐘的時候要出現 好 那我再增加題目囉 我們來看看 第2題 好,比如說單選題好了 那當然下面這邊 您就可以一樣指定時間 那我把它 9分28秒 那麼選項 1 不夠 加2 不夠 加3 那你要自己告訴他 其實單選跟複選意思一樣 你就在這裡 單選就勾1個 複選就勾2個 呵呵呵 這樣可以 好 那所以其實 老師您如果是 比如說線上課程啊 或是現場的課程 影片播出來的時候 可不可以現場問同學 或是線上問同學 然後大家就可以搶答嘛 對啊 答對的加分 然後現在 開螢幕也要加分 拍鏡頭也要加分 很討厭喔 呵呵呵呵 好 因為其實我平常上課都已經習慣讓同學在螢幕上看到我 所以其實 同學在上線上課的時候他覺得 其實跟現場上是差不多 因為本來就看得到我 好那假設我就變 單選好了啦 OK我就按 存成草稿 可以了我現在就兩個題目了 那我們在下面 一樣再把它儲存一下 各位老師不要忘記囉 有修正過的要怎麼樣 自動發佈 對對對 當然我建議大家 如果你 可以的話就一次修正比較多個 再來發佈就好 反正意思都一樣 最後一次 不是做一次就發佈一次 這樣太累了 好來 那我們就回到剛剛這邊 他這樣一定會儲存對不對 對對對 這樣他就已經OK了 其實他 改了就會自動儲存啦 只是有沒有發佈 正式變成公開的 如果沒發佈跳出去就沒有 就是等於說你在學習的時候你看不到那個變化 對對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囉 這個我關掉 這個我關掉 好我重新進到是不是課程首頁 這裡是教材編輯的地方 那我現在進到課程的首頁 好一樣找到這個 進入課程 你可以直接進來也可以 這個 要不要按下學習 這樣也可以 好 那我也可以就是進入課程之後再來點 都一樣 等於外面剛剛那邊就是一個 類似像預朗的動作 好現在呢我找到我要上這個 這個課 點進來 9分 9分9分 好play一下 來聲音我先關掉一下 那我們來看 9分 因為他是從這個影片開始播放9分鐘 所以應該是20幾 19加9 28分多 好這邊 我們看一下 等一下 還沒出現 等我一下 我想我把它修正一下 不然有時候這樣算我算不準 哈哈哈哈 對對對對對 我先回到最前面好了啦 好這樣比較好算時間 對對對對對 你有從中間這樣算喔 比較不準 好來 重新發佈 OK 然後 這裡 重新整理一下 那學生怎麼打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讓學生自己看 對我們現在是用老師的角度 也就是說您上課是直接播給學生看的 對對對 所以您不需要熱別 確定 以後就下一個 是的 他就會繼續往下 繼續往下 對 好來 這樣子 是的 他會自動停 這裡還沒有蓋 跳出來 這裡剛剛還沒有蓋 他就問學生 那學生就做 對 然後再看下一個 對 他就會 時間到就會自動停 好 好 清楚 好 明白 來 9分 在這裡 45 好這多一點點 提 好我們稍等一下下 在9分的時候 看看他 題目會不會跳出來 就像這樣跳出來 是的 對對對 有沒有跳出來了 對不對 那因為這個是我們問答題 所以沒有選項 沒有選項 那你按確定呢 他告訴你答錯了 呵呵呵呵 那沒關係啊 可是你看影片自動停了 可是學生 會不會一直答錯 沒有學生回答的問題 沒有 因為只有你現場口頭問他而已 對對對 其實這個如果是我們 當作班級經營 那學生可以自己 找時間看影片 他就會這樣自己跳出來 對對對 那我現在是不是要離開 怎麼離開 你看 在這裡 就是點旁邊的地方就好 就是 這個 對外方塊的旁邊 他就會收起來 那我們試看看 你看 我點旁邊 有沒有自動收起來了 影片是不是就繼續播下去了 你知道為什麼我剛剛講 如果是給同學自己看 最好沒有超過五題了吧 好久會怪你 老師你問那麼多題幹嘛 我就是來看比賽的 好那我們看看第二題 是在 九分幾秒 不好意思 老師自己都忘記了 走開一下 九分二十八 所以 很快就到了 九分二十八 快到了快到了 先讓他跑一下 我們來看看單選跟副選 二十八 二十八分 二十八秒 好 二十七 有沒有要跳出來了 你的選項是不是就出來了 好那當然如果他 答錯 當然還是答錯嘛 那如果答對了 他就恭喜你答對了 對啦 一樣的 要離開 就在怎麼樣 旁邊按一下 是不是又繼續看下去了 所以其實 像這種方式 對老師來講 就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 太多時候 影片裡面有太多問題 可以問 對不對 因為 除了我們技術性的以外 概念 觀念 很多都是 因為這是實戰的 實戰機面裡面 才有很多 那個 對 因為 規則講太多 都沒有他用看的容易 而且他又可以 自動幫我們停止 跳出題目 這樣的話 其實 老師上課 也更輕鬆 雖然沒有讓同學自己看 但是我們一起看的時候 也很方便 OK 好 所以 這一段呢 就是我們針對 OneNote裡面 怎麼樣加入這個題目 那剛剛呢 我們還是 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 這個測驗的部分 他基本上 如果你是給學生自己做測驗 或老師自己測驗都一樣 結果是不會保留下來 也就是說他不會因為你這次答對或答錯下次就自動跳過來 時間到了還是會跳出來 等於題目 那一塊時間到就跳出來 不會因為老師你現在自己看然後我做過了然後他就 你已經答過了 答過這個題目 我們下次不用再問 沒有 目前他沒有 那第二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那第二個就是我剛剛講的就是 你如果要略過這一題 你就是在題目的外面 按一下 對 不管你要不要回答 不管你要不要回答 不想回答 或回答都一樣 都是按 題目外面 他就是自動略過繼續播下去 這樣子 所以如果老時候遇到 這題我不想 問同學 我們就略過就好 OK 所以這個是針對我們那個 影片的部分怎麼加入題目 問答的 好 謝謝